真有轮回转世 小村庄一百人有前世记忆 揭秘洞族 再生人 知迷 一起来听 在湖南省的东南部 有一个古朴的洞族山寨 被称之为 轮回村 这个山寨里面 居住着一群 拥有特殊能力的居民 他们被称为 再生人 这些人据说拥有前世的记忆 多年来 由于再生人的存在太过离奇 以至于很多人 对此持怀疑态度 甚至将其视为无稽之谈 因此 轮回村的村民们 对外界的探究 总是保持着谨慎与距离 很少透露这一神秘的现象 2012年 一位勇敢的记者 踏入了这片神秘的土地 他找到了当地文化站的站长杨胜玉 希望通过他的帮助 了解再生人的真实情况 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和探访 杨战长惊讶地发现 在平阳乡 竟然有110多个再生人 他们虽然只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这一数字已经足够令人震惊 更令人惊奇的是 有些家庭中竟然有三四口人都是再生人 他们的前世记忆如同遗传一般 代代相传 在杨战长的协助下 记者有幸采访到了一位名叫石爽人的再生人 石爽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洞族妇女 他的眼神中似乎总是透露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每当他站在窗前 望着对面的镇子时 他都会轻声地说 那里是我前世生活过的地方 石爽人的前世记忆 如同刻在心中的烙印 清晰地令人惊叹 虽然他只接受过三年的教育 但他的汉语表达却流畅自如 令人折舌 原来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前世的记忆 他记得自己曾是一个汉族人 那些关于中斗 洗脚时中毒 以及最终离世的片段 在他心中如电影般回放 栩栩如生 他曾回忆到 在生命消逝的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逐渐轻盈 仿佛脱离了肉体的束缚 悬浮在空中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躯体 和家人们悲痛欲绝的面孔 心中充满了无奈与不舍 然而 他的灵魂并未因此消散 反而继续漂浮着 穿越人群 翻越山岭 直至与那些未知的灵魂一同行走 这些奇异的经历 让他深信 自己是一个拥有前世记忆的再生人 石爽人向记者透露 他在年幼时 就开始逐渐回忆起前世的事情 那时 他还在家中爬行玩耍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 阵阵充米声和牛叫声 那一刻 他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仿佛这里并不是他真正的家 从那时起 他的心中便埋下了一个 关于自己身份的谜团 由于他从小就具备流利的汉语能力 周围的洞族老人们 常常误以为他是汉族孩子 尽管他在年少时 因为不懂洞语而少言寡语 但他的汉语水平 却远远超过了洞语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 他也不太会包裹洞族特色的头巾 常常需要邻居们的帮助 这种对生活的不适应 和对前世的渴望 让时爽人在幼年时期 就萌发了寻找前世亲人的强烈愿望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时爽人竟然找到了 自己前世的一对儿女 然而 面对这一发现 他并没有立刻向他们揭示真相 他担心自己的身份会吓到他们 或者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离奇的事实 于是 他选择了暗中关心他们 将美味的食物 悄悄塞进他们的书桌里 然而 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巧合与转折 由于时爽人忍不住与周围的同学 分享了自己前世的事情 最终有同学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的前世儿女 就这样 时爽人的再生人身份被彻底揭示了出来 后来 姐弟俩怀揣着满心的惊奇与期待 将这段奇遇告诉了他们的奶奶 那位在时爽人前世记忆中慈祥而熟悉的婆婆 奶奶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那是惊讶 是感慨 也是欣喜 他深深地看了时爽人一眼 随后热情地邀请他回家 想要亲自见证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 当时爽人第一次踏足那对姐弟的家时 他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 竟然一眼就认出了那条熟悉的道路 那条小溪 那座房子 一切的一切都如此清晰 仿佛昨日才走过 他回想起前世 那时他的丈夫曾是电影院电影队的队长 他们一家就住在那小溪边的房子里 欢声笑语 岁月静好 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 时爽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感慨 仿佛前世今生在这一刻交汇 姐弟俩回家后 激动地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外婆 那位在时爽人前世记忆中 慈祥而威严的岳母 外婆听后也是震惊不已 她看着时爽人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而他们的同学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更是惊讶地告诉他们 时爽人 是你们的妈妈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 在三家人的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奇妙的缘分 也开始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此后 三家人之间的来往变得频繁起来 他们共同分享着过去的回忆 也一起面对着眼前的现实 有一次 姐弟俩的父亲生病了 他们甚至联系上了时爽人 希望他能够帮忙调理身体 时爽人没有推辞 他用自己的方式 为这家人带去了温暖与希望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即使经历了轮回转世 那份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依然不变 在平阳乡 还有一对愿意接受采访的再生人双胞胎姐妹 吴施采和吴施杭 他们在前世分别叫做石念虚和姚艺春 是一对非常要好的闺蜜 然而 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在一次意外中 姚艺春因为父亲扔掉了他的脏衣服 而选择了自杀 这一悲剧让两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然而 命运的轮回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 在今世 他们竟然再次相遇 成为了双胞胎姐妹 村里的人对他们都充满了敬意 因为他们不仅长得乖巧可爱 而且行为举止也非常得体 他们会轮流喝奶 轮流洗澡 甚至会在睡觉时自己交换位置 以便能够正确地睡在房间中间 这种默契与和谐 仿佛是前世有意地延续 当姐弟俩在两岁多的时候 他们突然开始清晰地说话 姐姐告诉家人 他的名字叫石念须 而妹妹则说他的名字叫姚艺春 起初 家人们并不相信他们的话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对前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甚至能够详细描述出 两人死亡时的情景 这一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 姚艺春前世的妈妈 得知后更是激动不已 她确定 这确实是她死去的女儿 于是 三家人再次因为这段奇妙的缘分 而走到了一起 对于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 再生人 现象 一些专家提出了他们的独特见解 他们认为 意识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电磁波 这种无形的波动 能够承载丰富的信息 并在空间中传播 当一个人走完生命的旅程 他们的意识并不会立刻消散 而是随着电磁波的扩散 而四处流动 在某些特殊的时空交汇点 这些电磁波 可能会神奇地传递到 另一个大脑结构相近的小孩身上 并与小孩的大脑产生共振效应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小孩的大脑便如同一个接收器 接收到了带有死者意识的电磁波 随着小孩的成长 这些电磁波中的信息 逐渐被大脑解析和还原 形成了记忆 而这些记忆 小孩往往会误认为是自己前世的记忆 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们使用磁带 叠片或录像带来记录影像一样 它们只是信息的媒介 能够还原出过去的影像 但并非真正的转世 无论是湖南怀画室的轮回村 还是那对愿意接受采访 充满传奇色彩的再生人双胞胎姐妹 她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着这一令人惊叹的现象 人生之事 浩渺如烟海 生死之事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然而 真正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静下心来 深入探索生死的奥秘 思考如何面对死亡的智慧 并以此为依据来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 皈依三宝 虔诚念佛 寻求内心的净土者 实在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人在面对生死这一终极命题时 往往显得茫然无措 未能以一颗智慧之心去洞察生命的真谛 因此 这些再生人的故事 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生命现象的奥秘 更为我们带来了对生命和记忆的心思考 让我们能够更加珍惜和敬畏生命 以更加智慧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